Hello 各位好 我現在在Terminal 21的Food Court 剛剛吃完東西 今天Food Court真的滿了 趁這個時間這麼熱鬧 不如又跟大家說說來泰國有什麼必知的 上集我講了很多Point 都希望幫到網友 接著我又出了機場 希望你們到步的時候順順地理 但其實還有些東西要提大家 第一樣是什麼呢 第一樣是喝水 其實泰國的水質污染都挺嚴重的 特別是吃水 所以大家如果到酒店 就記住喝酒店給你的水 或者你自己買水 就不要在酒店開水游水 然後拿去煲然後再喝 就不是那麼好的 無論你去五星級酒店也好 什麼星級酒店也好 我都建議你們自己買水 當然有些朋友都不信邪 覺得沒有問題 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肉眼上面 自來水出來的質素 又真的沒有什麼色 沒有什麼氣味 所以就看你的 第二樣就是想說天氣 因為有些網友問我 有沒有什麼網站 可以很準確地看到泰國的天氣 那我告訴你 泰國的天文台都不是百分百的 不過就有這三個APP 這三個APP都應該會幫到大家 看到泰國比較準的天氣 那到步入境 泰國現在一般就簽45天的 但是政策什麼時候改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如果45天之後 你怎麼可以再延期呢 有很多網友就問我 喂 好像上次我訪問 Karis 她說留在泰國玩了三個月 那她什麼方法可以留下來呢 就是Karis 就出了境 然後再入境 那她入來那時候 45天 她出了出境 去了檳城玩個八甲鑽 再回來泰國 有45天 所以差不多有三個月 所以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她的個案 或者你去第二個國家 打個八甲鑽再回來 就是電訊箱了 那電訊箱呢 最詳盡的那條片呢 就要看回我在機場跟大家說的那條片 不過如果你真的買了她們的SIM卡 想檢查究竟剩餘額是多少 又或者那個通話時間等等 就要打畫面這個號碼 好了 Chula AIS 和DTAC 都有她們的號碼 三間東西的網絡 我告訴你 其實都可以的 好了 至於交友APP也好 你預訂車 或者你找旅行社 各樣東西都好 泰國就輕用Line 就不輕用WhatsApp 或者Facebook 所以如果你們想災團 想認識朋友 和人溝通 就最好裝定一個Line 可以在身 那就方便一點 好了 至於交友APP方面 我之前亦都跟大家講過 有些什麼APP 我們需要留意 需要裝的 那道片 真是非常之用心機的 麻煩大家看完就看 再看多次 還有要試了 因為我發覺很多朋友仔 習慣了用Grab 所以我都建議 因為Grab 政府給了一些政策 而令到他們的成本增加 所以現在是加了價 所以現在叫Grab 是比以前貴一點的 如果大家想比較一下 就看我的影片 之餘 你也可以用InDrive 我建議 Bolt 或者Grab 同時間你都可以幾個APP比較 在這裏我都想補充一下 如果你在機場自己用Call車APP 去叫車的話 記住跟司機溝通清楚 究竟是2樓還是4樓 以及哪個閘口等 因為兩樣東西其實都有可能性 大家小心點 我以前Call過車 我就記得我需要上4樓去等車 另外搭的士方面 現在就加了一架 一氣錶就35匹 以前大家說看Meter就算了 但現在我都建議你開個Google Map 看看司機有沒有兜路 如果你真的搭的士 除了看Meter 就記住看Google Map 就看看路線正不正常 Sawadika 大家是否只認識這句Sawadika 其實都OK的 這一句就走天涯 基本上曼谷的市中心 清拉的市中心 少少英文 因為旅遊區 他們都懂得講的 最意外的就是巴提牙 巴提牙因為太多外國人 很多地方 很多小店 地方的人都講到英文 巴提牙 語言方面 我想身體語言都OK的 不用擔心 你說有沒有觀光巴士 有的就是畫面這一間 你也可以上他的網站 看看他的觀光路線 至於尋石APP方面 我介紹大家 裝潢來的APP 如果想做Spa美容 剪頭髮等等 關於漂亮的東西 就告Wabi 如果想試試乘巴士 在畫面的APP 就可以試試乘巴士 因為我幾年前 已經跟大家說了 那個APP 都真的挺好用的 最後就是要知道 泰國旅遊警察的電話 就是1155 如果有什麼事 就打這個號碼 但是他們懂不懂 英文、廣東話、國語 因為我沒試過 我就不知道 但是說得旅遊警察 我猜他們都應該 起碼都懂英文 最後有朋友問我 知不知曼谷 有沒有包車司機介紹呢 我自己 因為我們都是喜歡自駕遊 也都沒有找過包車司機 在曼谷去玩的 所以我就沒有 但是清邁呢 我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這個司機 那時候我在清邁 和去青來來回這樣玩 我都是找這個司機的 而這個司機的價錢 大家就可以經過Line去找回他 然後就和他去談 我覺得這個司機都OK的 而且他是清邁人 他很熟所有的清邁路話 都是做了很多年 很有經驗的司機 而且我們的經驗 他都比較準時 所以我就很放心和大家 share他的contact 那我就和他沒有關係的 他也都不記得我的了可能 但是麻煩大家 如果去青馬 太北那邊玩呢 都可以試一下聯絡他的 價錢怎樣 講不講價各樣東西呢 你們就自貶了 好 那今集又講到那麼多先 因為講得太多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如果有什麼留言給我 我再和大家分享 好 拜拜 拜拜 玫瑰茶65匹 哇 有粒粒的 玫瑰茶好喝啊 我覺得 很清涼 好清涼 好有玫瑰味 裡面的粒粒很熱人 好 我也是 好 是的 我有請了 對 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